哈囉各位我是劍聖 那我現在要來試用一下這次更新的新東西 地圖編輯器 那我現在的畫面呢是在測試服裡面 那畢竟是測試服嘛 所以實際上的情況還是要依照正式服上面實裝的為準 那地圖編輯器這個東西要怎麼用呢 你可以在你畫面右上方這個選單裡面打開來 然後在友誼賽下面有一個地圖編輯器 點進去之後呢 會到一個類似友誼戰選地圖的畫面 那左上方有一個創建新地圖 總共可以製作5張你自己的地圖 目前是只有5張啦 不確定之後還會不會再新增其他的 不確定 那測試服裡面呢 可以製作的地圖 目前是只有3種 就是亂鬥、足球、寶石、爭奪戰 還有單人、生死鬥 目前只有這3種模式可以去製作 也不確定只有正式服有沒有其他的 應該是可以啦 畢竟他都讓別人做了嘛 如果不能做其他模式這樣 還蠻尬的 那選好你要做的模式呢 就把你的地圖名稱打上去 我們就打一個Pickle 就PicklePickle 打上去 然後之後就會倒一個這種畫面 那他一開始會先把你預設一些東西 像足球模式的話 他會預設復活點跟 出生點 像這個就是復 欸這個叫復活點嗎 復活點跟出生點應該是一樣的意思啦 那如果你都不要的話呢 你可以全部清除 或者是你把選單移到最左邊 有一個移除鍵 可以點它然後自己把它點掉 都行 然後中間這一個紅色的小區域是 就是不能放的位置喔 你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點它 那最上面這個東西呢 有幾種不同的擺放模式 像第一個是全部對稱 或是單個地塊 左右對稱以及上下對稱 那這樣這就是比較方便啦 那什麼是全部對稱呢 就是你放一個 它就是四個角都會 就是它就是要你對稱的意思啦 就是你不管怎麼樣放它就是 你看 OMG 超級療癒 超級療癒 那為什麼會紅紅的呢 就是有些障礙物 它 一定要 分開放 或是重疊 反正它有一些限制啦 像畫面上出現這樣子呢 就是沒有辦法 放得非常非常的滿 非常的療癒 但是 你看地圖上面紅紅的 這個就不能用 擺得有點像骷髏的形狀 一直蒼蠅頭的感覺 好我們把它全部清除掉 那我們現在就來隨便放一個好了 我也沒放過 我只有大概使用過而已 現在這個影片我在製作的同時 也是第一次在使用這個東西 那 我們剛開始出身的位置呢 我們就來一個 我們就 在角落好了 這樣會不會太邊緣 其實也還好 那 對方的也在角落 後邊 然後復活點呢 喔 復活在對面家好了 嗯 那對手復活呢 喔 我們也復活在對面家 水喔 稍微把 對手家裡 堵住好了 這樣子我們等一下復活就會打在一起 挺酷的 還是我們剛開始就直接打在一起 OK 這樣子 那我們 就直接來試試看 保存 保存之後你就退出 然後要怎麼樣使用你剛做好的地圖呢 你要點開友誼賽 友誼賽之後一樣是進入到選地圖的畫面 然後選地圖的你左上方可以看到這個 你會在寶石的這個樣式上面看到地圖編輯器的一個圖案 然後你就可以在地圖編輯器的左邊 或是下面看到你創的地圖 上面也會有你的名字 像我的第一格是 夏跟R 還有PECO 就點PECO吧 我們就進去 唉唷 OK 好 是不是應該選一個血多的角色 我們重來好了 OKOK 開始了開始了 開扁開扁 誒 是在這個位置喔 沒關係沒關係 全部過來 舒服 誒 復活在哪裡 復活在我們家 誒 對對對 都在我們家 扁 扁對面電腦啊 電腦 不對友 不對友怎麼不扁對面電腦 大概就是這樣啦 反正你想要做什麼事情都可以 只要是在地圖允許的範圍內 你想要幹嘛都可以 那你做完的圖也可以跟你的朋友一起玩 你可以去測試一些奇怪怪的東西 然後或是如果你很閒的話 你也可以像我現在螢幕這樣子 就是把他全部掰慢投一個東西 然後等下玩起來應該就蠻贖壓的 那如果你想要掰一個東西 擺快一點的話呢 你就是先點一下 然後拖到地圖上 長按之後就開始拖洞 這樣他就會一次放一整排 到你想要的位置裡面 這樣就會比較快 像你無聊就可以去做這種事情 超級療癒的 這一定很適合強迫的真的能玩 太舒服了吧 打下去骷髏全爆 我跟你講我平常玩聖士鬥的時候 看到骷髏我都是一個念頭啊 就是要打爆 我不管那場遊戲要不要演 我看到骷髏我就是要爆打一頓 或是說你也可以像畫面中 等下看到的一樣 就是把中間地圖 擺滿一堆箱子 然後一次走過去 然後給它踩爆 喔真的超舒服的 我這踩下去真的 喔 嗨 提摩記了吧 反正地圖編輯器這個東西 還蠻有趣的啊 就是大家可以去玩玩看 那這影片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我們過幾天再去做一個 新角的介紹給各位 那就下次見吧 掰掰